黄景瑜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饰演了一个消防员 竟然惊动了108个官方账号 同样是饰演消防员 别人是来拍戏的 而黄景瑜仅用一个馒头 就让无数网友破防 在一组路透视频中 黄景瑜和一众群众演员席地而坐 脸上全都沾满了泥土 全程有说有笑 要不是摄像机还拍着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就是真实的消防员 不仅如此 执行完任务后 黄景瑜就直接坐在消防车上吃午饭 而他的午饭竟然是一个馒头 如此接地气的一幕 让不少网友认为 黄景瑜真的退圈考上了消防员 不仅如此 当杨某人饰演消防员时 简直无时无刻不再耍帅 就连睡姿都是无比板正 生怕别人看不到他的下和弦 再加上一些离谱的剧情 导致电视剧一经播出 就遭到了无数网友的吐槽 就连央视都忍不住发文指责 这是在侮辱消防战士 电视剧的评分更是低到刷新下线 反观黄景瑜饰演的消防员 一出场就让人感受到了真实 与那些打着消防员 旗号光明正大谈恋爱的剧情不一样 这部剧还没播出 就获得了山东消防的支持 直言黄景瑜就像是来打卡上班的 不仅形象非常符合 还在剧中科普了灭火器的正确用法 难怪这部剧能得到 108个官方消防号的认可 看到黄景瑜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黄景瑜自从出道以来就靠演军人出拳的 从红海行动中的海军 到破冰行动中的缉毒警察 再到他从火光中走来的消防员 可以说黄景瑜几乎演变了所有的兵主 与其他偶像剧男主不一样 只要是出演有关军警的角色 黄景瑜全部素颜上阵 不管在危险的戏份 他也绝对不会使用踢身 甚至为了演好消防员的角色 黄景瑜特意体验了真正的消防员训练 不管是爬云梯 过火墙 还是抱着120斤的假人训练 他都不在话下 可以说这部剧完美还原了真实消防员的生活 不仅如此 当其他男明星嫌弃女明星太重抱不动时 黄景瑜一个胳膊就能把王家二挂起来 轻轻松松把迪力热巴扛在肩膀上 不少网友看到后 忍不住调侃 这才是能和孟彦成PK的消防员